关于为何会失去荆州 真的是因为大义吗 三国演义这部小说中 许多故事都深入人心 其中关于大义是荆州 便是快智人口的一则 据罗冠中的描述 东吴都部吕蒙 以年轻的陆逊代替自己 使骄傲的关于放松了对东吴的警惕 最终吕蒙白衣堵江 齐齐占领了荆州 关于因子全军覆没被俘后身亡 正因为三国演义 及众多说书人戏曲的渲染 大义是荆州这一词汇 广为人知 用以形容因轻敌大义 而导致的重大失败 然而 小说与真实历史之间 毕竟存在差异 那么 关于失去荆州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是否真的只是他大义所致 在荆州之战前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战前的背景 东汉建安十三年 208年 赤壁之战后 曹操败退北方 而刘备则臣荆州地区 全力真空之际迅速崛起 短短三年内 他不仅接任了荆州墓的职位 还占据了荆州九郡中的五郡 成为长江中游的新兴势力 建安十六年 211年 刘备又借刘章之邀 帅军入川发动对异州的争夺 经过三年苦战 他成功击败刘章 成为西蜀之主 建安二十年 215年 曹操进攻汉中张部 占领汉中 为夺取西蜀北大门 刘备又发动汉中之战 最终击败曹军 夺取汉中 而在建安二十四年 219年 关于发动相反之战 意图夺取襄阳和返城 以扩大势力范围 然而 在这一系列战争中 关于的兵力逐渐分散 且未能得到足够的支援 同时 东吴孙权也趁机与曹操结盟 共同对抗关于 最终 关于在富败受敌的情况下 败走迈城 失去荆州 由此可见 关于失去荆州的原因 并非仅仅是因为大义 实际上 这与当时的战略环境 兵力部署 外交策略等 多方面因素有关 因此 我们不能简单地 将这一历史事件 归结为个人的疏忽或大义 刘备自封汉中王 标志着蜀汉集团势力 达到了巅峰 与此同时 镇守荆州的大将关于 未经刘备民权命令 便凭借贾结月的特权 自行发动了 攻取襄阳 凡城的襄凡战役 在电视剧《三国演义》中 刘备自封汉中王的场景 描绘了蜀汉集团势力的鼎盛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三国演义》 描述关于发动相反战役 侍奉刘备之命 但正是《三国志》 并未明确记载战役的策划者 常理推断 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战役 若未经君主同意 似乎难以成立 但关于拥有假结月特权 可自行决策 无需逝世都倾势刘备 从战略角度看 刘备在取得汉中之战胜利后 关于在东县 发动牵制性战役的必要性已降低 若关于攻相反 是为了贯彻诸葛亮龙中队中 从西蜀和荆州 同时北伐中原的战略 那么刘备应从汉中出兵呼应 然而 关于发动相反之战数月后 汉中方向并无侧影行动 甚至为派兵支援 因此 兴向于认为相反战役 是关于利用假结月特权 自行发动的 此战前 曹军刚在汉中战败 退守关中 关于察觉战机 果断发起攻势 建安二十四年七月 关于帅荆州主力 围攻襄阳 樊城 初期形势对其极为有利 他利用汉江秋训 水淹曹军援军 悬间三万人 并围困樊城 联络反曹力量 震动中原 使曹操产生放弃许多的念头 在睿智的司马懿的劝说下 曹操稳定了心态 决定以名将徐晃为主帅 集结各路大军 增援樊城 徐晃吸取了淤记的教训 在援军全部到位之前 他采取了稳扎稳打的策略 步步为营 他首先在衍城 成功挫败了关于的阻击 进而逼近了樊城外围 随后 在汉江洪水退去 且十二营精兵 基本到齐后 徐晃发起了全面的进攻 主动挑战关于的军营 据三国志记载 关于为围困樊城而设的大营 兼有坚固的大型堡垒 并在四周住有四个土堡垒 徐晃巧妙的仙阳宫大堡垒 又是关于军增援 然后出其不意 猛攻四个土堡垒 一举得手 关于见势不妙 立即派出五千人马救援 却遭到徐晃的猛烈反击 大败而归 徐晃乘胜追击 关于用来围困樊城的 石层路脚和嵌壕 被曹军一一攻破 关于军损失惨重 许多士兵投免水而死 至此 关于对樊城的围困彻底失败 只能依靠水师在汉江上巡逻 以隔绝樊城和襄阳的交通 尽管关于在襄樊战已初期 水淹欲尽 取得了重大战果 但随后九宫繁城不下 反而等到徐晃援军到来 局势对关于越来越不利 然而 主动撤兵意味着 放弃之前的所有战果 这是关于无法接受的 同时 撤兵还可能遭到 士气正盛的曹军追击 导致更大的损失 因此 关于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有观点认为 关于之所以抽掉江陵 公安的兵力 前往襄樊前线 是因为看到了 吕蒙病重的消息 放松了对东吴的警惕 然而 实际上 真正导致关于 抽掉荆州驻防兵力的原因 是襄樊前线 日益严峻的形势 在徐晃打破 樊城包围圈的战役中 关于的处境愈发艰难 关于军遭受重创 兵力损失惨重 随着曹军后援部队陆续抵达 双方兵力对比对关于愈发不利 若关于不愿撤退 便需从荆州抽掉兵力补充前线 否则相反战线 恐将全面崩溃 至于此举 可能导致的荆州防务空虚 关于目前也无力估计 在相反战役期间 位数无三方的形势 错综复杂 此时我们需要深入分析 曹、孙、刘三家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 赤壁之战中 孙刘两家结为同盟 共同击败了曹操 战后 刘备向孙权赞进南郡 并以此为基础 迅速扩张 但双方围绕荆州的归属问题 矛盾日益激化 简安二十年 二百一十五年 刘备已夺取一州 孙权再次提出要求 刘备归还荆州 但遭到拒绝 于是 东吴大军进攻荆州 双方即将爆发大战 然而 因曹操进攻汉中 刘备恐父辈受敌 不得不妥协 将湘江移动的长沙 陵岭 江夏三郡 割让给孙权 双方以湘江为界 平分荆州 此时 东吴江南和岭南地区已平定 扩张方向主要有两个 一是 北上攻草 二是 西向攻取刘备占据的半个荆州 尽管孙权对那半个荆州念念不忘 但最终并未放弃北上攻草的打算 与刘备一合后 孙权曾集结十万大军围攻合肥 却被曹军张辽 以七千人击败 即著名的逍遥金之战 孙权狼狈逃回 此战不仅凸显了 东吴军与曹军 在陆战实力上的巨大差距 也彻底打消了孙权北上扩张的念头 简安22年 217年 孙权向曹操前史称陈寝祥 曹操接受了孙权的称臣 并让孙权的弟弟孙匡 娶了曹仁的女儿 双方从此结为殷勤关系 自此 孙刘联盟实际上已瓦解 孙曹开始形成实质上的联盟关系 到了关于发动相反战役时 东吴的处境 与珍珠港事件前的日本颇为相似 都面临着战略选择的问题 当时的日本 在北上与南下间犹豫 而东吴则在西近与北上徘徊 关于水淹草军 升秦于晋 军威大振之时 孙权曾考虑趁机北上 攻取徐州 然而 东吴都督吕蒙坚决反对 他认为徐州地势平坦 利于曹军骑兵作战 东吴陆军难以取胜 相比之下 荆州靠近长江 更能发挥东吴水势的优势 因此 吕蒙建议孙权群语 全聚长江 这样形势更有利 也更容易防守 孙权权衡力毙后 采纳了吕蒙的建议 选择了西近策略 东吴强大的水师 是其生存的关键 因此 西近夺取荆州 是基于东吴军队特点的必然选择 至于史书中提到的 关于拒绝孙权联姻请求 擅取东吴军粮 辱骂东吴来时等原因 不过是东吴的借口而已 实际上 东吴不敢北上挑战强大的曹军 因此只能选择西取荆州 然而 令人困惑的是 孙权早在湘凡之战前两年 就已向曹操请降 并缔结殷亲 形成实际上的联盟关系 关于作为当事人之一 理应知晓这一重大变化 但他却未能充分考虑到 这一潜在危险 轻率地发动了湘凡之战 同时 刘备 诸葛亮等人 在关于发动战役后 也未能采取有效行动 掀制草军 综上所述 东吴选择西境夺取荆州 是基于其军队特点 和战略考虑的必然结果 而关于和刘备 诸葛亮等人的失误 则为东吴提供了可乘之机 这一历史事件不仅展现了 三国时期的复杂政治格局 和军事斗争 也为我们提供了 深刻的历史教训和启示 益州也可选择水陆 增援荆州 稳固关于的后方方线 然而 他们眼睁睁看着战局逐步恶化 却始终未能有所行动 这或许是因为 他们对关于的能力过于信任 也可能是 赤壁之战以来的连串胜利 让他们过于自信 无论原因如何 他们在这次战役中 犯下了严重的决策失误 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悉数方面在相反战役期间的无所作为 无疑是关于最终失败的关键原因 最终的结果 大家其实都已知晓 吕蒙白衣渡江 一举齐袭占领了荆州 许多人始终认为 这都是迷方 富士人叛变的结果 然而 从上面的分析中 我们可以明白 荆州的防御力量 在关于抽走大量兵力后 已经变得十分薄弱 即便迷方 富士人没有叛变 他们也难以抵挡 东吴优势兵力的突袭 即使能暂时抵御 关羽率军回援时 也可能遭到曹军的尾随追杀 从而导致大败 因此 无论关羽是否大义 从他决定孤军北伐的那一刻起 荆州的命运就已经注定 在父母语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